小朋友们好 今天我要去找熊大丸礼物 我当然准备好了 都在这个箱子里 托马斯带着一箱礼物离开了 很快托马斯就抵达车库了 打开中间的大门 侧面的两个门也可以打开 但是不可以通过 后面是墙壁 可以当作仓库使用 可以放东西哦 后面的大门也要打开 这样才能通过呢 托马斯出来了 托马斯的速度很快哦 他见到好朋友和好朋友们打招呼 嗨 裴希和我一起去玩吧 不用了托马斯 我下班了 我要去车库了 哦 那好的 拜拜 拜拜 托马斯开开心心的来找熊大 熊大 我给你带来了礼物哦 哇 太好了 托马斯 是什么礼物啊 快给我看一看 接着熊大来拿礼物 嗯 托马斯 车车里面什么都没有啊 没有礼物啊 是不是丢了 啊 我的天哪 不会吧 不行 我要回去找 我先走了 行的 托马斯打开车库 看里面有没有礼物 啊 这边装着裴希 这边装着 倒格拉斯 朋友们 你们有没有 捡到我的礼物啊 什么礼物啊 是不是刚才你拉的那个 红箱子啊 是的是的 你们看到了吗 嗯 没有 嗯 我也没看到 不过 托马斯 我们捡到了 一定会还给你的哦 好的 托马斯 又回去找礼物 诶 这不就是我的箱子吗 找到了 太好了 嘿嘿嘿 熊大 一定会很开心 很满意的 嘿嘿 熊大 熊大 你的礼物找到了 赶快给俺看看吧 俺好期待呀 哇哦 这是一辆 迷彩托马斯小火车 看它身上的图案 五颜六色 好酷啊 还有四个轮子 速度很快 速度很快 很棒吧 还有一颗 托马斯巧克力蛋 黑巧克力 特别好吃哦 有香又甜 小朋友们喜欢 喜不喜欢吃糖果巧克力啊 吃完了之后 记得要漱口刷牙哦 我们要爱护牙齿健康 熟牙了就不好了 这个是 托马斯玩具 一张小火车贴纸 里面能拆到的都是 托马斯和他的好朋友们 小火车玩具 从这张切纸上 我们可以看出是 二号小火车 这辆车车 并不是托马斯哦 托马斯是 一号火车 二号小火车 是水呀 小朋友们 能说出他的名字吗 给小朋友们介绍一下 二号小火车叫爱德华 切上切纸 它会更酷哦 好了小朋友们 今天的小故事 就讲到这里啦 喜欢 记得 关注 订阅哦 拜拜 拜拜